现在你看习一门子就是一件事干掉你美元 共产党的一门子就是干掉美元 拿掉台湾他已经根本不再考虑了 跟俄罗斯在一起就明确告诉你 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我就给他武器了咋的 你制裁我吧 我准备好了 上海都这样了 2500万我说关门就关门咋的 接来就北京 肯定是北京 北京一定会关 就像现在习近平觉得中国人挨饿 他老爽了 老子当年天天饿的跟狗说的满街跑 他拉这个鞋 习近平自己多次一说的就是流泪啊 说当年我真是闻到那个人家做饭的香 他说我真的就发狂抓狂的程度 你想想他去吃那个生茄子 能吃到自己生理反应到一辈子是什么情况 包括他爸在监狱里最想要点吃的 就那个山西的那个烧饼 给他爹拿几个他爹高兴不得了 所以他现在看到全中国人天天吃了喝的这么好 还不知道感恩 现在让全中国人都挨饿的时候 那他这个心情很复杂的 习现在已经是觉得我就是神啊 我代表了神啊 我经过那么多事情我都不死啊 这么多人没搞定我 他觉得中国人吃饱就是你最高的境界 你还想要什么 我当然我可以觉得你吃饱吃不饱的时候 才显了我的权利 这就是习近平很在乎一句话 我给你大直播说多次 你觉得政治权利最大权利的核心是什么 政治的权利是说不的权利 我不给你饭吃 我不给你吴啥帽 才是政治的权利 今天习近平让全世界我有说不的权利 我不让你美国这样的方法生活 王岐山的思想和恐惧和习是如出一辙的 他就是告诉你 共产党就是奴隶主 中国人就是奴隶 他就是一个 我把你美元干垮 把美国干趴下 全世界人啊 资源还有都听我的 最起码一条 习近平知道 我不干美国 美国一定推翻共产党 我干到美国 我干弱美国 他不会推翻共产党 所以习近平为啥选他的时候能选上 一句话 习近平从头到尾就宣传 我们和美国中美必有一战 我们不跟美国迎面对击的话 咱们就被他做掉 这就是习近平上来的原因啊 只有我们才能保证 共产党的家人不被挖煮焚 所以他在跌了焚 那袖那么大 他怎么让他跌了焚 不被挖 那就共产党长期执政 共产党长期执政 老百姓就必须要控制 洗脑 网络控制 财富控制 土地控制 房价控制 现在食物控制 出门下楼的控制 只是让自己权力更安全 个人更安全 就这么简单的批事 说明天赋 小egen 记者 小陈 小辉 小路 小路 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